黑心食品之后 现代方亲还出现了黑心毒品 就在检方看到是张化性的警方 他们逮捕到一名要头 他疑似是打了海洛因跟葡萄糖粉 以1比1的比例混合 稀释之后灌入自制的小型压膜钢具 制成外形美观的海洛因砖 那么偷工减料却高价来卖给毒虫暴获取暴力 警方将他跟水星共犯查获到案 起出了毒品跟犯工具 张化警方把阳性药头先压制后 当场在他的裤带里找到毒品 而阳性主贤当时正跟一名药角 进行毒品交易 也疑似刚吸毒完 精神恍惚连站都站不稳 接着在他的车内 找到分装袋和奇特的模具 那个装置用 那个才用 那个是可以用的 那个是在装置 警方对于小型压膜钢具很好奇 但阳性男子却得意的说 这是为了省成本来提高毒品价格 他自己以白铁打造出小型的压膜钢具 不仅美观让购买的毒虫 以为买到高纯度的海洛音砖 他自己又可以以低价高卖 但其实是偷光减料拼很大 根本是另类的黑心毒品 警方证讯后将两人一毒品罪嫌 移送彰化地检署正办 记者林一峰 正好报道